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一张全家福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中间这个孩子叫小莲 这是十年前拍的照片 当年小莲只有十岁 可是接下来这十年 小莲家发生的事情 两度成为安徽省舒城县的重大新闻 躺在床上的这个人叫阿妩 她是小莲的父亲 两个多月前 小莲的父亲和母亲立了婚 这对小莲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雪上加霜的是 小莲的父亲又得了腰椎间盘突出 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看着卧病在床的父亲 今年已经二十周岁的小莲 本来身体就不好 现在更是吃不下饭了 而她的奶奶也在发愁 虽然她发愁的 还不是自己的儿子卧病在床 孙女无人照料 而是小莲母亲的一个行为 在他们的小县城里掀起的轩然大波 原来小莲的母亲阿吉在离婚之后就走了 但是有传言说 小莲的母亲卷走了家里的钱 这些钱都是用来给小莲看病的 人们都纷纷指责这个做母亲的不太人道 小莲的奶奶说 大家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给小莲看病的钱 是当年很多热心人的捐款 十年前 也就是2002年的冬天 小莲患上了一种血液病 叫再生障碍性贫血 人身上的一个作学师傅 有三大作学师傅 一个是白师傅 红师傅和薛小班 这三个师傅 他要是从哪儿出来 就是从古西做回 如果古西受到各种因素的感染 这个古西就不再生成了 不再生成就产生这次血液不得出来了 就产生了血涨的病 治疗这种病 需要长期输血浆和血小班 费用高昂 小莲家实在负担不起 后来在城关一小的动员下 县城里的中小学生 曾经发起过给小莲捐款的活动 这两年三年左右 母亲和父亲一起到学校来了 当时我们学校也有这个打算 因为它必定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我们这个地方整体的 属于某一个同学如果患病了 兄弟学校兄弟单位 都会积极的在一块进入圈子 汤晓是小莲就读的城关一小的副校长 他说九年前那次捐款 因为孩子病情危重 加上募捐的范围广 成了轰动全县城的新闻 当时那些捐款曾经救了小莲的命 所以前不久 关于小莲的妈妈 卷走小莲治病前的消息 传出来之后 老师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父母走这个路 真不理解 不理解 不理解 我觉得他妈妈很善良 其实他妈为她吃了很多很多的苦 你说不会的 小孩子有病 家长继续治疗 需要费用 对于小莲母亲的传闻 很多邻居也不相信 要不是他母亲来的事 早就死掉了 他母亲的事 老师 老师 老师和活 老师和活 那么小莲的母亲 卷走小莲治病前的消息 是否属实呢 这个传言又是因何而起呢 小莲的父亲说 这和自己把小莲母亲推上被告席有关 小莲的父亲说 夫妻俩的矛盾始于今年年初 小莲的母亲觉得 这些年家里负担太重 在家里待着没有出路 念叨着要去外地打工 小莲的父亲觉得孩子离不开人 就没有答应 没想到春节后的一件小事成了离婚的导火索 那是今年的2月26日 小莲的母亲又提出要外出去打工 并称已经买好了车票 这先斩后座的举动 让小莲的父亲很震惊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小莲父亲头一回打了妻子 满腹委屈的小莲母亲 哭着提出了离婚 第二天 也就是2月27日 气头上的两个人 到民政部门签署了离婚协议 离婚协议中约定 小莲妈妈净身出户 小莲归父亲抚养 婚姻存续期间的全部财产也都归父亲 因为现在住的房子是租的房 家里的财产也不过是些家具电器 还有一张一万元的银行存单 小莲的妈妈也留在了家里 小莲的爸爸说 结婚二十多年来 家中的财政大权 都是小莲妈妈一人独揽的 到底家里有多少财产 她不清楚 我太信任了 我对她一定方便这些 小这么多年 我跟那两个在家里得到团家 她是不是也想说 出去多挣点钱给孩子 怎么想 我不清楚 父母离婚的事情 深深刺痛了小莲的心 小莲在几年前那次爱心捐助之后 病情趋于稳定 后来回到母校 继续中断了五年的学业 所以现在二十岁的小莲 依然是他们学校一名六年级的学生 而且由于长期使用激素类药物 今年二十岁的小莲 智商只相当于十三四岁的孩子 身高也不到一米五 体质很差 今年春节之后 小莲的老师发现 小莲的情绪有些异常 有一次在作文上面好像写过 就是日记啊 说写爸爸妈妈在家里啊 好像有一点争执吧 她感觉到心里很不安 我们就告诉她你是孩子 你做你孩子该做的事情 不久之后就传出了小莲父母离婚的消息 而小莲母亲刚离家没几天 小莲就病倒了 因为小莲的造写功能有问题 一点小病小伤都可能酿成大祸 小莲父亲十分紧张 为了给孩子看病 小莲父亲想到了去取那张存单里的钱 到银行存单里 手里不进去 这个密码 虽然银行存单在小莲爸爸手里 但是当初小莲母亲告诉小莲父亲的密码不对 钱取不出来 小莲父亲急了 他多次打电话给小莲的母亲 传来的都是关机的声音 关键时刻 小莲的姑姑及时赶到了 交上了医疗费 小莲的病得以及时救治 这件事情让小莲爸爸心有余悸 他觉得小莲母亲 能在留下的那张万元存单上做手脚 也可能还隐匿了其他的财产 你觉得你们家应该大概有多少钱的存款 很应该 我感觉到一万块钱应该是不是 小莲父亲觉得小莲母亲做的实在太绝情 根本不顾及孩子 2012年3月20日 小莲的父亲来到了舒城县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和小莲妈妈重新分割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 她想通过法院来调查清楚 小莲的母亲是否卷走了家里的财产和小莲的致病钱 为了防止小莲母亲取走那张万元银行存单里的钱 法官第一时间来到银行 所以我们法院就是根据员工的申请立马 就是马上就是把这个一万元给冻结了 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这个维护这个这个原告之方的利益 对了就是保护这个原告的利益 舒城县人民法院明二庭的法官说 类似这样离婚后再分割财产的案子 他们并不陌生 但像这样连财产到底有多少都不知道的却不多见 法官多次联系小莲的母亲没有联系上 最后将传票给了小莲的姨妈 法院根据小莲父亲的申请 对他家的债权债务情况进行了调查 这才发现小莲家的财务状况 并不像小莲父亲分析的那样 卷走孩子治病前的流言在小城传开 我贴心人啊 这我要去死了 除击摆目对我无差 调查结果出了意料 原告你已经有点事吗 他现在也不需要那么大的钱 他要财产什么呢 被卷走的亲情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在小莲家的厨房里 记者看到了一排热水瓶 奶奶说 这个家从家具电器到生活用品 都是老邻居们搬家时留给他们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们家这些年过得很不容易 法官了解到 小莲父母都曾是纺织厂的工人 在小莲生病之前 这还算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小莲十岁那年的冬天灾难降临 小莲身上起了很多血泡 还浑身无力 经过多方诊断 小莲被确诊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 因为这种病死亡率高 治愈难度大 小莲休学了 为求医温药 一家人走遍了国内很多大城市 为了救小莲 父母同心协力 倾尽所有 得病初期 又赶上小莲的父母 双双下岗 小莲病情危急 完全靠输血浆和血小板 维持生命 一个月的花销 至少要五千元 小莲得病才三个月 家里的积蓄就空了 不得已 小莲的父母卖掉了家里的房子 卖房子的钱也没能支撑几个月 被逼无奈 这就有了九年前 夫妻俩一同到学校申请募捐的事情 那么当时 那笔捐款到底是多少钱呢 记者首先找到了当年捐款最踊跃的城官一小 陈关一小的副校长听说 当年捐款最多的是城区内的一所中学 募集到了一万元 最后募集到的总数 他并不清楚 那小莲的父亲 知道当年募捐的具体数额吗 大概能算出来是多少钱吗 那个募运也得吧 募运当时只有 没法至于年轻微信的费用 小莲的父亲说 因为自己不管家里的财务 对捐款的数额也就知道个大概 小莲的姑姑 也是从小莲妈妈那里听说了 这样的一个数字 母亲都说起 我也不清楚 这三妈妈跟他说 大概一万一 那这三千万美金最少 法官和记者从学校了解到 当年给小莲捐款的学校共有十所 最多的一家是一万 少的是两三千元 算起来也就是四万元左右 那么这些善款是否还有剩余呢 小莲的父亲证实 当时治病 每个月的花费都在五千元以上 不过半年时间 不过半年时间 这四万元捐款就没了 由此判断 这些募捐来的善款 是切切实实的花在了小莲的身上 善款没有被挪用 法官接下来要调查的就是 这个家里还有没有其他的财产 小莲父亲说 虽然捐款都花光了 但那之后家里还进过一大笔钱 那是在小莲上学期间 学校曾经给他们集体购买过的 学生平安保险 学生平安保险 每个孩子当时当年的 因为保险的金额是两年 2006年 保险公司赔付了小莲三万五千元 这之后 小莲的病情逐渐好转 每个月的看病费用也有所减少 加上小莲父亲大工 母亲也在外坚持 家里还是有些收入的 不过这些收入也都由小莲的母亲 统一保管支配 小莲父亲说 这时家里的经济应该是有盈余的 小莲父亲还向法官提供了一个线索 他说去年年底的一天 也就是离婚前的两个多月 他们夫妻俩第一次为钱的事起了冲突 为了全面了解小莲家的经济状况和收支情况 法官还找到了医院了解情况 得知像小莲的这种病 维持十年 花费至少要二十万元 而小莲父母收入并不稳定 经过对这个家庭 近年来各种收支项目的估算 法官初步判断 小莲父母的共同财产 应该没有小莲的爸爸预想的那么多 为了准确起见 法院根据原告 也就是小莲爸爸的申请 对小莲妈妈名下是否有存款 也进行了调查 法官跑遍了书城 对县城里的十几家银行 逐家进行了查询 结果在这个邮远储银行里面 查到了 法官三天查询 最后除了那张一万元的存单之外 只在邮政储蓄 发现小莲母亲名下 还有一千五百元存款 在多次传唤小莲的妈妈 未果的情况下 法院对此案进行了缺席审理 开庭当天 被告洗上空无一人 在此 法院公布了小莲母亲名下 已经查明的存款数额 根据我们依职务调查的话 所有现在的银行存款等等 也就一万来块钱 原告有点失望 查试过以后 他首先表示感谢 就是这样法院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跑那么多银行 给他去调查 千里之外 母亲倒出了内心的苦衷 大概存款还有多少钱 没有 就依照单子 他知道 无论方向起发了 曾经同甘共苦 而今能否兵释前线 我当时最早期的就是 我不能做出门 我想你应该这些 母亲之情 被卷走的亲情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2012年4月6日 舒城县人民法院 根据小莲父母离婚协议中 夫妻共同财产 都归南方这一条 当庭做出了一审判决 将小莲母亲名下的 这一万一千五百元存款 判归小莲父亲所有 既然法院帮助调查清楚了 家里的实际经济状况 证明妻子并没有卷走钱款 小莲父亲的态度 此时也出现了转变 他觉得是自己冤枉了小莲的母亲 因为这些传言 多多少少都给他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小莲父亲说 现在回过头来 他也理解妻子当初的难处了 小莲父亲说 夫妻俩这些年为孩子的病吃尽了苦头 后来手头宽裕了 本来想再生个孩子 可是怀孕几个月的时候 孩子又没了 两度在孩子问题上受到刺激 小莲的母亲性情大变 周围的人也都注意到了 小莲妈妈的这些变化 近几年有点变化 近几年变化 近几年有点变化 有点变化 是不是太累了呢 你觉得 加上还不行 加上加上加次 加上加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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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太大了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女人压力太大了 她想从另外一个方式来改变 压力肯定有压力了 最压力大得 二十多年 压力都二十多年了 你自己难得过来 最难的时候都过去 最难的时候都过来 还会有很多人 在暴力忙 你看看这些 如今小莲父亲和小莲 都希望小莲的母亲 能回来 而小莲也比任何时候 都更想念妈妈 真的我真的看不出来 你是一个得过 那么重病的人了 这我去死了 面对这样一个 命途多传的家庭 法官也觉得 小莲妈妈草率离婚 一走了之的行为 并不妥大 如果她的母亲 要能得到我们的消息的话 我们想劝她一下 一个 不管你们夫妻 三方感情如何 破裂如何 以后是不是能够 再走到一起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对 对自己的孩子 我们真的要加以关注 尤其在这个 比较特殊的情况下 我就想对她的母亲说吧 我想你的女儿 是你的 也是你人生中的知情 我想你应该 这些努力知情 也许是听说了自己 被前夫推上被告席的事情 也许是惦记生病的女儿 五月初的一天 小莲意外地 收到了母亲 打来的长途电话 聊多少时间 一个小时 聊了一个小时啊 那她现在生活的好不好 没有 她不说 她不知道生活 那她知道你爸爸生病了 她也没打算回来吗 她准备早上回来 但她想赚点钱再回来 小莲说 妈妈是从福建打来电话的 妈妈说 已经找到了工作 生活基本稳定了 之后 小莲妈妈多次拨打小莲的电话 来询问她的身体状况 五月中旬 记者到小莲家采访中 恰好小莲又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小莲的母亲 跟记者介绍了 她离家出走的原因 你现在是外出 在外地打工是吗 是啊 要哪一天中 给她的时间 持够到生活 一个月大概能赚多少钱 一千七万块钱 一千七啊 当记者谈到 小莲的父亲将她告到法庭 并引发传闻时 小莲母亲表示 她已经原谅了小莲的父亲 她把你告了 你不生气啊 不生气啊 她可能是一十七嘛 我留了一张单子 在家里面 那她不需要 她现在也不需要那么大的钱 她要钱大什么 你就觉得呢 现在这笔钱是不着急用 所以就没必要现在拿出来 你们两个结婚这么多年 还有多少那个共同财产呢 大概存款还有多少钱啊 没有 就一张单子 她知道 我都不给她了 我又没拿钱 最后小莲的母亲表示 将会在六月底 回来看望一家人 她可以包容我 我就不可以 我就不可以接受啊 她可以原谅我 我就不可以接受啊 她只要原谅你 你就可以回来是吗 你叫她坚强一点吧 叫她坚强一点 我六月份回家 回家 回家我就可以看她吧 嗯 好 六月份就回来哈 六月底 六月份差不多 差不多我就回家啊 好好好 小莲母亲对记者说 她要在外地 盖上两个月的活 赚点钱就回家 听到这个消息 小莲终于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 我们期待着 这一家人的团聚的那天 能早点到来 今天我们演播室 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 李东方教授 欢迎李老师 谢谢 李老师你看 我们刚才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心里边还稍稍 舒了一口气啊 原来以为这是一个母亲 把善款卷走的一个 不负责任的一个故事 但是后来发现 通过记者调查和法院调查 都发现这可能是夫妻之间 由于感情引起了一场误会 但同时我们也想到了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一旦有这个善款 有捐款 我们应该怎么去监管它 以免发生道德风险 它这个和社会的那种 公益事业的捐款 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是一对一的 就是我直接就给你了 那么父母是法定的监护人 但是利益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你这个父母 特别是涉及到这个婚姻关系 出现问题的时候 那么这个善款 是不是用在受捐的人身上 就往往容易产生这样的疑惑 如果说有一个这个基金会 做一个中介人 那么有专款专用 而且呢 还有相应的审计 公众的疑惑 它就会消除 如果我筹集了善款 也不想交给当事的家庭 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基金会 我还能找谁 比如说就是我学校 我来统一实施 不直接给你家长 还可能甚至当地的军委会 一些事业单位 其实都可以起相应的作用 当然我个人觉得呢 可能这个还有待于这个慈善法 这个制定以后 对这些进行统一的规范 我们回过头来看 小年的妈妈离开这个家庭 她根本的原因 恐怕就在于 她实在承受不了 生活给她的重压 她的生活压力 靠什么办法能解决 这是一个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 这个2011年7月1号 我们这个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 那么在这个社会保险法里 专门有一章 就是关于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的问题 这个它可以有相应的保险 但是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医疗保险 是你先看病 看了病以后 把这个发票 这个单据 拿到这个进行报销 叫做 那么在这种情况 掀起她就有笔费用支付 这种情况 她可能有的家庭 她可能就拿不出来 像有的国家 她可以就是直接 我这个患者就不用掏钱 你就医院和这个医疗保险 这个基金 直接发生关系 这个就比较间辩 那么这种制度 她就会落得实处 对那些特别贫困的 她就不用先去支付这笔款箱 目前我们从当地的医保办公室 获得了一个好消息 包括再生障碍性贫血 在内的24种慢性病 都可以到医保部门去申请门诊补助 补助的最高限额是1万元 这1万块钱 对小莲这样的家庭来说 绝对是同意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济说法 也感谢刘老师 参用我们做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面 明天见